由于平常有许多人默默地工作,默默地奉献,社会才会这么进步和安乐。 因此,我们不仅要向他们致敬,更要抱着一颗感恩的心说,谢谢您。 我们要感谢的人太多了,农夫辛苦地耕作,让我们吃到美味的米饭,清洁队员不怕脏臭地清理垃圾, 我们才有干净舒适的环境,还有为大家服务的导护妈妈,无论刮风还是下雨,都会在路口保护我们平安地通过马路。 这些无名英雄的付出,真想对他们大声说,谢谢您。 当然,我们更要感谢自己的家人,家人给我们温暖,给我们鼓励,在成长的路上。 由于他们的照顾,我们才能无忧无虑地读书,快快乐乐地长大,所以我们也要对家人说,谢谢您。 有一句话说,受人点滴,报仪涌全,人人知道感恩和回报,我们的社会就会更祥和。 感恩和回报